中国使用歼-20摸索出新战术,美国空军都不得不服。 央视军事报道栏目5月31日报道,中国空军最早列装歼-20战斗机的部队近日进行了一场实战演练。 肩负-20与肩负-16,肩负-10C编队进行了对突击突防,肩负-20利用隐身和态势感知优势歼灭了对方制空战斗机,夺取了空中优势,随后肩负-16和肩负-10C对敌地命目标实施了远距离精确打击。 在结合空军发布同一天宣布肩负-20战斗机参加夜间对抗训练的消息,可以看出肩负-20目前的训练已经非常贴近实战,中国空军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五代机与四代机之间的编队作战战术,三种战斗机之间已经能够实现数据列的无障碍通讯。 在肩负-20的提携下,肩负-10C和肩负-16在作战中能发挥出一加一二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空军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领先于美国空军。 美国空军作为隐身战斗机的先行者,却始终没有解决好五代机与四代机之间的配合作战问题。 F-22与其他战斗机之间进行数据链通信一直以来都很麻烦。 为了在作战中保持隐身性能,孟秦配备了一种被称为机间数据链,ISDLs,的低截获概率数据链,通过提高数据链的发射状态不确定性来降低被敌方无缘探测设备截获的概率。 但IFDLs并不兼容美国空军F-15和F-16战斗机装备的Link-16多功能信息分发系统,MITS,数据链,智能与编队中的F-22之间互相共享来自AMA-PG-77雷达和AMA-LR-94电子战系统的信息。 所以在F-22装备多年之后,美国空军仍无法实现F-22与F-15、F-16之间的有效编队作战,只能尴尬地通过语音通讯进行交流。 为此美国空军委托波音研制了一个琴爪Hate吊舱,挂载于F-15的肌腹下方,吊舱头部还集成有一个红外搜索与跟踪感色器,burst。 琴爪Hate吊舱相当于F-22和F-15C之间的一个翻译机,能让F-15C听懂来自耳目的F-22,IFDL数据链的目标数据。 作为回报,F-15C也能把来自burst感测器的目标数据,翻译成IFDL语言传送给处于隐身状态的F-22。 虽然琴爪Hate吊舱解决了F-15C与F-22之间的数据链通讯问题,但该吊舱体积庞大,需要占用一个宝贵的基附附有枪挂架,对该机的作战半径有不利影响,并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在F-35的研制上,美国又犯了当年IFDL的错误。 F-35采用的多功能先进数据链,MEDAL,与LINK-16和IFDL都不兼容,也就是说F-35无法与美国空军限定的所有战斗机进行数据链通讯, 甚至连F-22都不可以。 这个重大失误显著降低了该机作为战场信息节点的价值。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美国空军前岁打算在战场上部署一架RQ-4全球鹰来作为翻译机,该机搭载一台自由550电台,可以实现MEDAL,IFDL和LINK-16之间的数据链交换。 美国空军已经在中东进行了该机的作战测试。 但RQ-4翻译机只是和低烈度战场,生存能力并不高。 目前诺格和洛马两家公司正在竞争先进战术数据链,ATBL,项目,该项目旨在彻底解决F-22、F-35和其他飞机之间的网络通信问题,取代MEDAL,IFDL和LINK-16,统一数据链标准。 我国的肩负-20在研制时就非常注重五代机与四代机之间的数据链通讯问题。 该机的低节或概率数据链能与肩负-16、肩负-10C这两种拥有最新航电技术的战斗机进行无障碍通讯。 编队中前出的肩负-20可以把自己获得的数据链下发给肩负-16与肩负-10C,让后两者在静默状态下发动对空对地远程打击,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全身而退。 MING PAO TORONTO